继续还要来看为了加强行车安全 全球不少的大厂都在开发新科技 苹果iPhone14系列跟他们的Apple Watch 搭载了车祸侦测 但是这项新功能有许多的用户 在搭乘云霄飞车的时候 会不小心触发导致自动报警 而在纽约市目前则是有50辆 绝不超速的电动车 因为他们的车子里头 加装了一种智慧速线的辅助系统 油门再怎么踩都没办法加速 这条路段的最高速线是多少 让车子用行动告诉你 由纽约市副市长乔西亲自试驾 这台加装智慧速线辅助系统的电动车 因为纽约市是全美第一座 引进这项科技的城市 目前已经有50台车加装速线辅助 我们必须在前面 今天有很多技术 根据联邦资料统计 今年上半年 全美就有两万多人命丧大马路上 也因此在最新一份的安全建议落实中 国家运输安委会要联邦政府 开始奖励那些将速线辅助系统 安装在新车里的车商 纽约市的运作方式是搭配车载资讯系统 透过它能将本地的速线资讯储存在云端 在和车内的GPS系统呼应 一旦驾驶人超过行车速线时 系统就会发出警报 又或者直接阻断油门 只不过一般民众看法两极 业界专家表示 要不要在新车里加装速线辅助系统贩售 将由车商自行决定 但有这么一群人盼望赶快落实 因为他的太太和小孩 就是被酒驾止的超速车给一面撞死 会遇防汗事发生 各种科技推陈初心 但有时候过了头 美国相近有民众反映 去游乐园坐云霄飞车时 身上的iPhone14 会误触车祸侦测的新功能 自动打电话报警 清新那题的国王岛主题乐园表示 自iPhone149月开卖以来 至少已经发生过6次 同步推出了Apple Watch 8 也有相同情形 跨足车业的电商龙头亚马逊 则是为了加速实现净零碳排 打算扩大欧洲的电动车队 虽然亚马逊目前在欧洲 已经有三千辆电动货车 去年更运送多达一亿个包裹 但他们还想将货车数量增加三倍 在2025年突破一万辆 亚马逊去年向这间美国新创Rivion 订购十万辆的电动货车 成为亚马逊目前为止 最大的一笔电动车订单 如今他们还想加码 一千五百辆电动重型货车 并投资开发欧洲的充电设施 同样致力电动车发展的 还有关系紧张的雷诺日产联盟 这两届大厂今年初才宣布 未来五年要砸两百六十亿美元投资 但双方在这周一宣布 要改变合作模式 如今日产证实 有可能投资雷诺的电动车新公司 条件是雷诺必须出售日产的部分股权 目前双方还在谈判中 可能会成为前日产执行长 格恩2018年被捕后 最大规模的一次重振 TVB新闻综合报道